卖板栗喽糖炒栗子喽 这句叫卖声在上下班的路上没少听到 尤其是冬季夜晚路上行人匆匆 一位大爷推着小车来回翻炒着栗子 附近的空气都弥漫着栗子的香味 这时候总是经不住诱惑上去买个五块十块的 一边走一边吃 不过在吃板栗的时候 你有想过板栗的种植历史吗 有想过一棵板栗树要多久才会结果吗 根据考古发现 在距近六千多年前 我国已有栗子的采石历史 史记中有这么一段话 燕秦千树栗 死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苏秦传也有关于板栗树的描述 秦税燕文侯曰 难有节食燕门之绕 北有早栗之栗 民虽不细作 而足与早栗矣 此所谓天府也 由此可见板栗树历史之悠久 也算是我国栽培最早的果树之一了 板栗树的叶子边缘有锯齿 板栗树的一大特点是 雌雄铜树 雄花为柔体花絮 成熟后总包裂开 利果脱落 果实呈现紫褐色 外皮或有黄褐色绒毛 或近光滑 里面的果肉呈现淡黄色 吃过的人应该对此不陌生 板栗树多生长在低山丘陵或河滩地带 清洗阳光 板栗对土质要求不高 但是千万不能积水 在种植期间要注意修剪 它十分耐寒耐汗 中国气候特点有南北方的差别 板栗品种也分为北方栗和南方栗 两个品种也是有差别的 北方栗的果实比较小 适合炒着吃 像尖顶油栗 鸣碱栗等 而南方栗的个头比较大 果实吃起来比较硬 可以当做菜用 例如葵栗 浅子大板栗等 我国著名的板栗产 居有河北山东等 有句话说到 中国板栗属京东 京东板栗属千溪 这句话道出了 河北千溪板栗的独特 千溪县的板栗 种植有2000多年的历史 这里位置优越 烟山南路 卵水之坯 独特的自然环境 造就了板栗的独特口味 说了板栗的历史和生活习性 接下来要说的是板栗的种植技术 板栗既可以采取播种 也可以选择嫁接繁殖 一般选择在3月上旬 到4月上旬进行播种 种下去之后 就是领尖护理了 注意病虫害防治 施肥等 一般来说 栗子树会在4到8年内结果 在15年后会进入胜果期 所以种植栗子树 一定要有耐心 关于栗子树的种植 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欢迎在评论中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